这一件作品是林特老师画的 主题叫做焚烧遗传 所谓的焚烧遗传 当然也就是我们古灵斗大战里面的一环 从画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有很多的遗传着火 然后有很多人掉到海里面 那在修复前这一张的画作状况 其实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画家林特老师他用的颜料层 基本上画得比较厚 那在油画的领域里面 如果颜料层太厚的话 它比较容易出现我们所谓的 年代性的均裂 它相对的老化的程度会比较大一点 那我们在修复这一张作品的初期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它从天空 然后到底下的遗传 尤其是黑色的遗传的部分 它都有很厚的颜料层 那这些颜料层里面已经多多少少 已经出现很多的年代性的均裂 一般我们在做修复的时候 我们的初期都会先处理一些均裂纹的虎瓶加固 免得在进行修复的时候 它会引起另外一个颜料层的剥落 但是这一件作品会有点比较困难 是因为它除了有年代均裂以外 它的表层有很厚的那个繁领丝层 那这些环璃丝层很厚的部分 我们的均裂纹都躲在那个环璃丝层的里面 那变成说我们在做虎瓶加固的时候 在清洗之前 其实是不太容易虎瓶加固达到它该有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处理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是先做一部分的环璃丝层的清洗 那我们那时候为什么觉得它环璃丝层特别的厚 因为它的表层出现很多的白雾现象 那白雾现象非常的厚以外 它的那个很多的颜色是被覆盖在 我们所谓已经换白的繁领丝层里面 所以我们在进行修复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就是你先必须做一层融剂稍微比较强的有机融剂 然后等于反护的去先软化它 再去清理它 然后再慢慢把它拿掉 那拿掉之后呢 我们还没有到完全拿干净 我们再倒回来 做一部分的所谓的虎瓶加固的部分 让我们的那个虎瓶加固的动物性的胶质 能够比较有效的渗入我们的颜料层 然后可以达到比较好的虎瓶加固的效果 那这个动作其实是反复的 甚至是倒着走 但是倒着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很多的修复的问题不是我们事先规划的你就可以完全照我们规划的脚步这样一直走下去 因为有时候每一张画特殊问题不太一样 不必翻译师 有点像我们所谓的那个蓝眼泪里面那个色调 然后在暗暗的水面上 很波涛汹涌的那个浪花里面 虽然有一些人是倒在海里面 但是它在那个蓝里面它增加很多那个绘画里面的颜色的层次 然后让这张画看起来更活泼一点 那当然整张画看起来还蛮触目惊心的 就是说也在告诉我们战争的可怕 就是说会有很多人可能会战死 因为我们上面有看到海里面有很多的可能浮起来的人 然后有很多人然后很多的亮点就是经过它一个像 空中有一些亮点那都是火花里面喷出来的东西 他们就是整个把它营造起来 那这个当然看这张画我们会有一个警惕就是说 我们应该尽量去回避这样的一个战争的情况 不然死的都是一些无辜的人 我应该尽量去回避这样的一个战争的情况 我应该尽量去回避这个战争的情况